非常感謝大家今天來參加我的這個分享 我是來自Tetry的招號賓 目前我是NWI Gateway的Maintainer 今天我分享的主題是 Gateway API and Beyond Introducing NWI Gateway Gateway API Extension 就是NWI Gateway基於Gateway API 之上的一些擴展的能力 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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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有點懶惰了,OK,我們開始 首先我们看一下Gateway API Gateway API之前的话 我们在要将流量从我们的KPAS集训之外 去导入到我们的KPAS集训的话 我们会使用那个Ingress API Ingress API的话 它实际上它的能力是稍微弱一点 它能做的事情基本只有三件事情 去host 去AP的PAS进行路由 然后去做一下TS的termination 这就是它的基本能力 由于它的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 所以说我们之前的一些Gateway的implementation 它基本上会做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说我采用注解annotation去增强Ingress 因为注解它本身 它是一个非结构化的一个数据结构 所以说去对它定义一个四手API的话 实际上是比较难以管理的 然后有的项目的话都会更深一步 我去定义我自己的私有的一些KPAS的资源CRD 这样会导致说我们在Gateway这个层面的话 它实际上Ingress想达到目的是统一我们的Gateway的API 但实际上最终导致的现状就是它的生态是分裂的 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我记得那个昨天我有一个Panel 然后Negix的那个IngressController的Mantender 他说Ingress的Controller的话 它是有一百多个 好像是一百多个 我记得清楚一百多个annotation 然后这个annotation可以进属于的组合 所以实际上它也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组合 可以怎么作用 所以这个就是很困难 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CoopLatis它推出了新一代的Gateway的API 叫GatewayAPI 那么这个GatewayAPI的话 相对于Ingress它做了 我认为它主要是两大的一个改进 一个是就是更强大的流量的管理能力 比如它可以基于ATV header 做一些Marching路由 对header做一些修改 增加删除修改 然后可以做基于流量的 基于权重的流量的拆分 可以做你的蓝率或者灰头发布 它在ATV的路由之外 可以支持GRPC TCP UDP的路由 当然它其实更强大的一个能力是说 它做了一个基于角色的 一个角色的一个支援模型 比如说你的Gateway Class的定义者 Gateway的定义者 和ATV路由的定义者 它可以是不同角色 那么我们可以更清晰地去管理 我们这个Gateway相关的资源 后面我会讲到各个不同角色的含义 另外我觉得它做得比Ingress好的 另外一个很强的方面就是说 它提供了一个很灵活的扩展机制 因为你不管去怎么做 定一个标准 在大部分情况下 标准基本上是一个子级 对吧 你有各种不同的实现 有Ingex 有NWi 还有一些GiGo 编写的一些implementation 那么各种不同的Gateway的implementation 它实际上它的能力 可能有的能力是类似的 有的能力它的实现方式 或者配置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各有各的能力 那么你要去定一个标准的API 去把所有东西覆盖的话 实际上你只能定义一个子级 对吧 但是Gateway API有一个很好的方式 就是它做了一个非常灵活的扩展机制 比如说你可以去定义一个叫做 Police Attachment 去通过Police去增强你Gateway API里面的 标准的CRD的那个能力 但是又不用去修改它 不用去加annotation 对吧 这是一个很强大的扩展机制 另外的话 你可以去把流量导入到 KBus之外的其他的一个 Service之外的其他的一些后端 比如说你可以导入到一个 AWS的一个bucket里面去 导入到一个Service的服务里面去等等 另外可以做一些Customer Filter 去对ATP的那些处理 做一些自定义的扩展逻辑 它通过这些扩展点 就给各个不同的Gateway的实现 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这大概可以的一个Gateway API的介绍 让我们看一下一个最小化的一个配置 我们怎么去把流量从极群外导到极群内 首先我们需要定义一个叫做Gateway Class 什么是Gateway Class Gateway Class就是一种类型的Gateway 如果说我们对Java比较熟悉的话 这类型Java的一个Class 或者Colonum的一个Type 一个类型 那么这个类型的话 它基本会定义说 OK我这一类的Gateway 是被哪个Controller 控制面去管理的 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是用 NWI Gateway的话 我们会定义说 OK ControllerLens Gateway.NWI Proxy.IO Gateway Class Controller 然后它的一些参数 就这一类Gateway的一些共同参数 比如说我的这一类Gateway 我都会使用Opentrymentary 去做它的那个Trisen的收集 然后我的Opentrymentary地址 这是Gateway的一个地址 有了Gateway Class之后 我们定义了这一类的Class 我们会定义说 OK我这个集训里面 我有多少Gateway 那么这个Gateway的话 就是集群流量 从集群外到集群内的一个进入点 那么我需要在Gateway里面定义什么呢 首先我的Gateway属于哪个Gateway Class 我这个定义的Gateway 就属于我前面的Gateway Class 它是被NWI Gateway去管理的 然后我需要在Gateway里面去定义什么 定义我的Listener 就是我在哪些端口上去监听 我端口上见的流量是ATP ATPS ATPS UDP 对吧 然后如果说你是TS 或者HPS的话 你可以定义你的证书 这是Gateway里面的一个定义 我刚刚忘了讲了 就是我们的Gateway Class的话 我们叫做 它的对应的角色叫做 Infrastructure Provider 就是 这种角色的话 我只关注我的Gateway的类型 我不关注我 我最需要从哪些Gateway 后面的话我们叫做 Classic Operator 就是我的Classic Operator 我就关注说我这个机讯里面会 创建多少个Gateway 对吧 比如说我会创建一个 可能是一个用于 用于 Production的Gateway 或者用于一个Test的Gateway 或者怎么样 或者不同产品部门 可以定义了不同Gateway 这个根据的需求来 但是它不关注说 我的Gateway的流量进来之后 怎么去录音到不同的服务 不同的服务上 这个就是后面的 我们的所谓Developer 这个角色去关注的内容 因为Developer的话 负责说 去开发部署的服务 那么我流量进来之后 我怎么去 把流量导入到 后段我的服务里面去 这个例子就说 OK 流量导入进来之后 主要说 请求到路径的前缀是 Store的话 那么我就会把流量导入 到后面叫做 Store Service 一个服务上去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 通过定义的三个 三个非常简单的资源 Gateway API资源 我们就可以去 达成目的 就是说 会把这个Proxy 因为Proxy 部署起来 作为一个边缘观 然后流量进来之后 我就可以可以导入到 后段正确的服务上去 这就是N-Way Gateway 做的一个最基本的内容 如果大家对N-Way 比较熟悉的话 可以知道 如果这个东西 如果要手中去配置的话 是吧 配置一个浸泳的配置 那可能 这个配置非常复杂的 因为你要配置相应的 那个Listener HCM HCM里面HFelter 配置后段的Cluster等等 如果你要去 自己变一个控制面的话 这个也比较复杂的 但是这些东西 如果你使用N-Way Gateway的话 一切都是 OutoBox 就只需要定义的三个CRD的资源 你可以了 但这是个最简化的配置 就是说我们 N-Way Gateway它遵循了 Gateway API的1.1的标准 所以任何Gateway API的资源 我们都可以 都可以去帮你部署起来 然后把你把 N-Way部署起来 然后去把流量给你配置好 然后流量可以进去 这是一个最新的配置 但是刚才我们说到说 Gateway API它本身也是个标准 它目前也是一个最小指级 对吧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Gateway API是个标准 那么它新的东西进入标准的话 它以后会经过一个 比较长期的一个审核的过程 大家非常讨论 然后当我们的用户 有一些需求的话 需要快速去做这些事情 我们可能需要去对它进行扩展 然后我们怎么扩展呢 就是采用了 刚才我们提到的 Gateway API里面的一个 很强的技术叫做policy 然后在N-Way gateway里面的话 我们基本上提供了 这么几种policy Client Traffic Policy Bankment Traffic Policy Security Policy 还有N-Way Extention Policy N-Way Patch Policy 这种五种policy 就是主要对Gateway API进行扩展 当然我们还支持说 你去定义自己的自定义的后端 通过把流量 除了导入到K-Bus 进行的服务里面的话 可以导入到K-Bus 进行之外的一些 其他的区域上的服务 或者说UDS的一些 服务上面去 等等 这就是它的一个N-Way gateway 对应的所有的Gateway API 和它自立扩展资源 那么一个逻辑关系图 大家可以看到 最上面的话 实际上是 N-Way proxy 就是我们是对Gateway 或者Gateway class 做一些N-Way自身的一些配置 的一些一个扩展 一个配置 然后因为policy的话 是对XDS可以做一些 自定义的push 后面我会细讲到 然后后面几种policy的话 Client traffic policy的话 是因为它是对应到 前端的链接的 所以它只对Gateway生效 然后其他几种policy的话 它可以对Gateway生效 或者对一个具体的Raw的生效 然后因为它既可以 关联到一个Gateway上面 也可以关联到一个Raw上面 这个时候如果说 你有两个policy 一个是关联到Gateway上面 一个关联到Gateway下面的 一个具体的一个Raw上面的话 它上市以最小的为准 对吧 就在Raw上面关联到这个policy 它的配置为准 它是这样的 好我们下面看一下 具体的不同的policy 第一个是Client traffic policy Client traffic policy的话 它实际上是什么呢 它作用在了 就是我们的请求 从客户端到proxy 这段连接上面的一些 一些设置和策略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 当时准的连接的 T3B的设置 包括T3B的cap-live T3B的timeout collection的limit 然后它socket 或者collection的buff size等等 但我这里只是列了一下 这种具体的配置是很多的 大家可以具体去看那个API 这里是大概大整列了一下 然后T3S的setting 比如说你可以去设置 怎么去验证客户端的证书 对吧 然后T3S的一些option 包括你的T3S版本 还有它的一些Cypher 使用Cypher 还有它的使用LPN的 用协议等等 然后就是据于那个 当时连接的一些 ATV的设置 包括ATV的timeout request timeout Idle timeout ATV1 ATV2 ATV3的一些一配置 比如说 ATV2的那个Stream的 那个window size等等 就是可以做一些细化的设置 当然我们会做一个 Default设置 这个Default设置的话 对白红柜做一个边缘网关的话 它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有可能大部分的 user case会不一样 对吧 你可以 user case做一些细微的调整 再去做设置 还有其他一些设置 比如说你的 客房连接 是否使用代理协议 去传递你的 对吧 从你的original IP 然后怎么去 从你的客户团的 request们去把那个 original client IP 去提出来等等 这里有点注意的是 就是说 因为listener它本身 Gatev API的listener 它实际上可以支持 ATV TCP UDP的 所以说 这些setting里面 如果说 有些setting 它可能不是对 每一个listener 每种listener都起作用 比如说一个 ATV的一个setting 对吧 那么如果说 它被attach到了 一个gateway上面 然后gateway上面 同时有ATP 有TTP的 那么TTP的listener 它就不会应用到 ATP的设置 这个它需要注意 这是一个 配置的例子 首先我们看到 最左边 它定义了一个gateway 叫做1G 对吧 然后gateway的话 它下面有两个listener 一个80的一个43的 分别对应到 一个ATP的 一个TPS的 网络流量的入口 然后后面 我们会定义到一个什么 定义到一个 client traffic policy 这个policy的话 它实际上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个target 对吧 上面那个红圈里面 它对应的是什么 对应的是这个gateway 所以它实际上 它是对整个gateway生效的 然后它里面定义了 配着我的TTP kplive collecting的一些参数 客户端IP检测的一些参数 然后他要的参数 当然同时我们还有 一个ATPS 这个是我们 你看最右端会定一个 定义了一个 client traffic policy 它的target 它下面还定了一个 这个seeking lane 这个seeking lane的话 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policy 我的target是具体是一个 gateway 这个1G的gateway下面的 ATPS这个listener 所以它就会覆盖 它的配置就会覆盖 前面的这个gateway层面上的 这个policy 就policy以最小范围的 最精准的那个为准 我们可以看到它下面 它多了一个TS的配置 因为它ATPS 它会定义说 OK我怎么去验证客户端的证书 这就是policy 或者policy overrided 这么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是backend policy backend policy什么意思 就是说 因为我的代理前端有链接 后端有链接 backend policy的话 就去配置 说你的代理到后端之间的 这块链接的一些参数 反正是逻辑上 最终你的配置 最终落下来可能是 HCM的参数 或者HCM里面的 ATP filter的一些参数 或者class的参数 但是逻辑上来都是 从proxy 因为proxy到后端的 这些服务之间的 这个链接的一个参数 比如说我可以做 global的 转移民地 local转移民地 做 它的那个 转移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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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一些 java application 我们需要 slow start 需要逐渐把它 warm up起来 先给它 发一点点请求 慢慢地 增加的请求数量 这个也是支持的 然后也支持 那个 断路器 比如说我们支持 每个请求的 最大的连接数 请求数 最大的 pinning request 然后 并行的 request 等等 然后 tcp capialive 然后 sock的 collection 的 buffer side tcp tcp的climbout active passive 和一些 health check 然后 也可以支持 说我们去支持 那个同后端的 那个代理协议 也可以支持 然后支持一些 师傅 我前段后端 师傅 采用同样的 ATP协议 比如说前段 才用ATP 后端也采用ATP 是吧 就可以配置它 采用同样的协议 然后DNS的 一些刷新的频率 然后DNS的 TTL ATP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后端 前端的设计 它总监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 它上是类似的 因为它都是 都是连接 都是ATP 有TTP连接 但是有一部分 又不一样 因为后端 比如我还要做分发 我还要做 balancing 它有些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说 但是我们都可以做 非常细化的 这些设计 这里需要 也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 并不是所有设计 都设计 都可以应用到 所有的 Rot type上面去 比如说你的 ATP相关的设计 APT 就不能应用到 你的TTP Rot上 这是同样的道理 它如果说 你的Target里面 它是有TTP Rot 它就会 辅略掉 这是一个 这下面 是个据的例子 这里有个定义了 Gateway EG 对吧 然后EG 下面有一个 ATP route 然后 它的backend 叫做 Full Service 这个是我们会定 我们定义了一个 backend traffic policy 然后它的 定义了一个 global的 lating limiting 它的什么含义呢 就是说 我针对每一个 userID 我支持每秒钟 100条请求 然后我后面 做定了一个 Lot balancing的 一个策略 做concession HC的 基于我的原地 做concession HC的一个 Lot balancing的策略 然后定义了一个 端入计的策略 支持最大的 pending request 是1024 然后最大的 并行的 request 也是1024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说你去 自己做 global ready meeting的话 它实际上是 配置也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如果说 我们采用 那个backend traffic policy的话 它基本上就是这么 机航 就可以搞定 这个事情 大大简化了 我们对 NV的管理的工作 下一个是 Security policy Security policy的话 它就是可以对 Gateway做 access control 反问控制 包括 比如说我们去做 基于 你的 request origin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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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你的用户的身份 去做一些 authentication 或者 authorization的 一些policy 我们现在 比如说 这是我们支持 基于atttp的 basicauth 是吧 oidc oidc的话 你可以基于 oidc去做 多个应用的 单年登录 然后你可以 跟任何的 oidc的 identity provider 基层 包括google authentic等等 它都是 照支持标准的 都可以做 oidc的基层 当然我们现在 oidc的话 因为 其实 在onward里面的 os2 filter的话 它还有一些 它基本功能可用 它有一些小的问题 目前我们也正在 跟oid社区 跟oid的项目 因为我们是 跟oid的项目 是紧密合作的 我们也在做一些pr 再去改进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在 onward gateway 发现的问题 我们都会 返回到onward 然后在那边 同时做修复 然后在返回到 onward gateway上面 去做非常紧密的合作 另外一个是 做jwt的authentication 然后基于 authentication的话 目前的话 我们做了基于 那个 就是你的原地址的 original source ip的 一个authentication 比如说我可以 设置说 ok你这个地址 或这个地址断 你可以访问 这个 route 其他的都不能 访问这个route 等等 后面我们正在 做的事 在1.2 做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可以 对于gwt的clan 然后进行 basic author user 比如 或者科分证书的身份 去做一些 更细化的 全员控制 当然这些都是 标准的一些 authentication 的一些方式 如果说 你的应用 你有一个 自己的一个 全员控制系统 然后你有一些 自己的独特逻辑 那么你也可以说 通过我们的 extraauth 就是外部论证的 这么一个机制 去给你的 已有的那个 全员认证的系统 做去集成 这样的话 请求之后 我可以去访问到 自己的 控制系统 然后再 把这个请求 是否通过 反馈给 我们再去 做控制 这里 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是一个 逻辑的一个 实义图 它实际上并没有 access control 那么一个模块 那个模块的 实现的能力 实际上是在 proxy里面的 它是通过 proxy里面的 一些 一系列的 比如说 GWT filter OS2 filter 而 这是一个 方便大家理解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采用OIDC 去做认证 以及通过 原力在IP 去做 的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 就是在最右端的话 我们的 这个 Security Policy 它对应到 作用到 HP route HP route 上面去 然后它 配合一个 OIDC的 一个 一个 authentication 下面的 Provider就是 Google 这个 OIDC 然后你的 对应用的 那个 Client ID Client Security 你的 Ready URL 还有你的 LogPulse 现在我们做了 那个 Single Sign On 但是 目前还没有 就是 Single Sign Out 这个 需要在 OS2里面 去 Fertl里面 去增强 这个能力 我们也 准备 往N1里面 去做 这块 工作 然后 目前的话 刚刚在 做了一个 事情 就是 我们支持了 一个域名 下面所有的 植域 都可以 共享 这个 ID 这个时候 如果说 你登陆了 一个 Printed Domain 那你 纸多慢 还要重新登陆 我们刚刚 做了一个 改进的工作 把它支持 下面 Otheration的话 我可以看到 对于这个路由 我确诊的 Action 就是确诊的话 都是delight的 任何请求 访问都是delight的 但是 如果说 你是来自于 10.0.0.1.0 而是 这个段的话 我就允许 访问 这是一个 Otheration的 一个例子 当然这个目前的话 我们1.1的版本的话 还只支持到这个 后面我们会做 刚刚讲 我们说 比如说 做GWC 比如说你说 你经对OIDC 做了一个 ID token 拿到一个 ID token ID token 比如有你的角色 身份 你可以根据 角色身份 再去做 更希望全空子 这样的话 你的基本上 所有的全空子 都可以 通过那个 GateVit 实现掉 然后的话 是 Extension Policy 就说我们 网络功能很强大 是吧 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你可以设置 你的 参数 设置你的 那个 Balancing的策略 设置你的 OIDC 和全空子 这些东西 但是 但是实际上在 南北相网 这个层面的话 因为它是 什么样的应用层 始终会有 一些应用层面的 需求 一些自定义的需求 所以说这块 需要很方便的 把用户 自定义的逻辑 都扩展 引入进来 目前的话 我们支持了 在这个层面 支持了Watson Watson和Extro Process 两种 或者方式 Watson方式的话 就是说 它是比较 轻量级的 对吧 它是 它是运行在 沙箱里面 它是比较安全的 然后 它是在 NV的进程里面 去执行的 它就比较 适用于 跟那个 你的 请求了 Data Path 比较紧密的 一些扩展 比如说 你要去 修改一下 ATB的header 修改ATB body 这些东西 你可以用Watson来做 然后我们支持了 OCI的Image ATB两种 Watson的 那个source 你可以 你可以从 那个网上去下载 因为这是 OCI的Image 那么你可以 上次可以把Watson 都版本管理起来 对吧 就很方便地做 Watson的版本管理 然后也可以 做一些 一些反问控制 因为它可以做 privateImage 你可以设置 拿去Image 的Secret 它的性能 性能可能 比那个 Extra Processor 稍微好一些 因为它毕竟是在 NWi里面去执行的 另外的话 它的 组件会被 会比 那个 Extra Processor 少一点 但是它的 零活性 可能比 那个Extra Processor 要 稍微差一点 如果你 需要跟一个 外部系统 集成 或者你需要 做很多的 消息系统 调用 或者外部调用 那么你可能 用Extra Processor 更方便一些 另外 Extra Processor 如果说你的 你的访问 你的Scale的方式 跟NWi本身 不太一致的话 你的 最后的要求 不一样的话 你可能 也用Extra Processor 会比 方便一些 这种方式的话 就是它是 在 单独进程里面 去执行 去执行 你的 那个 制定逻辑 它可以 避免影响 你的NWi本身的 这个进程 它的 开销可能 比Wasen 要稍微大一些 因为它需要 一些附加的 那个网络调用 需要一些 对Extra Processor 进行它的 进生命周期的 一个管理 比如部署 升级等等 大家可以根据 你的需求 去选用 最适合你的 那个 扩展方式 但我们后面 可能还会 支持什么 支持Lua的扩展 还会支持 那个 刚刚我们 在那个 我们的同事 在那个 我们的社区 勾线了 那个 就是那个 动态链接库的 那个扩展 我们后面 也会支持 目前是支持 这样种 这是 Wasen Image的 实现方式 它基本上就是说 因为 原生是不支持 Wasen Image的 我们会在 Wasen Image的 里面去 去把那个 Wasen Image 拉取下来 然后做一下缓存 这个缓存 然后通过 另一个 内建 ATP-SERV的 方式去提供 给 N-Way Proxy 这样的方式去 实现了 N-Way Proxy 对Wasen Image的 支持 好 这是一个 这两个就是 Wasen Extension的 那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 上里 可以通过 Extension Policy 去添加 多个Wasen Filter 对吧 你可以 对这个 HP-Route 添加多个 Wasen Filter 每个 Filter 可以从一个 一个 O-SERV 去拉取 或者说 你通过 HP的 一个例子 去拉取 这样等等 然后去做 不同的 扩展 好 这个是 Extension Process 的一个例子 对吧 你上里 Extension Process 的话 因为Proxy 它会调取 一个外部的 一个 进程 作为RPC 调用 但我们有一个 办法可以 实际上 可以 可以去 优化这个 过程 我们先看 这个例子 那个例子上 它是调用了 调用了 一个 一个外部的 Process 它的名字叫什么 叫做 MyExtension Process Service 它的端口 是什么 这是它对应的 那个服务 对应的服务 这是一个 K-Bus 的服务 所以说 它就比较简单 设置名字后 端口就可以了 然后 它的参数 比如说 我的超时 是什么 我的处理的 模式是什么 我的body 是比较 buffer的 就是这个配置 也比较简单 然后 当然如果说 我们希望 做一些 对信任 有比较多的要求 我们可以考虑说 把 Aktro Process 部署为一个 我们的 用一个 Proxy 的 方式 去减少 这个网络 调用的 一个开销 因为我们 现在实际上 支持了 Unix Domain Socket 这种方式 作为我们的 backend API 就刚才我们讲到说 Gateway API 实际上 支持了 不同的 对吧 还有扩展机 是不同的 那个 backend 不光是 开发 Service 所以说 我们实际上 也 支持说 在因为 Gateway 有个叫做 backend 这么一个 API 你可以定义 说 OK 这个 对应的 endpoint 是一个 Unix 的 Unix Domain Socket 对吧 所以 这是 Domain Socket 对应的 那个 路径 从这种方式 的话 我们这里 把那个 target 把那个 backend Riff 定义 我们的 对应的 这个 UDS Ecteral Process 这样 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 把 Ecteral Process 布出在 Block 里面去 解除 我们的 开销 这是一种 比较好的 一个方式 我们刚才 讲到 我们有 这么多 Policy 提供那么 能力 但实际上 可能还会有些 A-G-Case 你边缘的 一个案例 或者说 你有很特殊的需求 你需要对 N-O-Y的某一个 非常非常偏民的 一个参数 做一个非常细化的 调整 当然我们也没法 覆盖的东西 这个时候 你可以考虑说 采用N-O-Y Pouch Policy Policy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去 对我们 N-O-Y Gateway 生成的 那个 XDS 根据我们的 Policy 根据我们的 Gateway API 那些CRD的资源 去生成了 那个XDS 再打一个Policy 打一个Policy 那个Policy 可以是任意的 东西 对吧 你可以加任意的 参数 这种方式 就非常灵活 但是 它也比较危险 因为 因为它实际上 侵入了 我们的 内部实现 因为我们 不同的版本间 有可能 但我们尽量 保证一致 有可能说 你生成的XDS 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并不能保证说 OK 你都N-O-Y Gateway 生成之后 你之前的 因为Policy 一定可以 应用于新的版本 这个是 没法保证的 我们建议说 如果说 你是需要去 做一些原则验证 或者说 你对这个 因为都配置 特别了解 参数特别了解 那你可以使用 这种方式 但是你生成之后 你可能需要验证一下 大部分情况下 你实际上 你不需要这个东西 也不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说 它确实是 确实关闭的 如果是需要使用的话 需要把它打开 特别打开 需要在我们左边的话 我们有一个参数 叫做 N-A-B-N-W-A Policy TOO 把它打开之后 然后你可以使用它 可以使用它 这个 右边的例子 就是说 我通过一个 因为Policy 去修改了 这个 D4 下面的 EG 这个Gateway 下面的ATP 这个 这个Listener 就加了一个 Local reply的 那个Config 它就是什么 就是说 当我请求是 404的时候 我把那个 状态码 改成406 并且把body 改成说 could not find out what you are looking for 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子 最后 最后是那个 backend backend的话 就是刚才已经提到过了 就是 Gateway API 里面的话 我们确认的 backend就是我们的 couple 这些 是 servic import 除此之外 我们也支持说 一些非 kbus backend 比如说 你的 你可以定一个 backend的 那个 API 对吧 然后 对应的 你可以是 IP地址 知道一个 IP地址 也可以知道 FQDN的地址 比如说 Ford bar account 然后一个 UDS的地址 等等 这些都是支持的 刚才我们 已经讲了 一个UDS的例子 就是采用UDS去访问 那个 actual process的一个例子 这里 这里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backend的 这个参数 也需要去 把特别打开 因为线上不支持 打开之后 它就支持 然后我们定义了 一个backend 那backend是一个 FQDN的 它指引到 它 指向了 ATP BIN ORG 这个外部网站 都扮演端口 然后我们在 APROT 里面 我们可以 就可以去 把backend 去指向 这个backend 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 一个请求进来之后 我就可以 转发到 ATPBIN ORG 这个网站上去 好 我们刚刚发布了 1.1的版本 实际上 就在 应该是 8月份 发布了1.1的版本 然后我们 1.2的话 我们会有什么内容呢 目前的话 基本上 有这些内容 就是说 我们支持 把 文化 Gateway 部署到一个 非KBUS 环境里面去 然后我们会提供一个 叫做 File Provider 就是说你的 所有的资源 配置 可以从文件系统 去读取 而不是通过 KBUS 的 CRD 去读取 然后去 去配置 可以让 文化 Gateway 和文化 在你的 虚极环境上 去运行 去管理 虚极情况下的 那个网关的情况 然后做控制面的 一些内存的 一些优化 然后去提供更多的 全员控制能力 比如说 刚刚提到的 Gateway Client BasicOS User HP Header 一些 细化的 全员控制 在 OIDC 做一些 增强 包括 它对 当 IDP 出现问题 受到一些 累穿 还有对 Subdomain的 Token的 共享 还有 Single Logout 还有 一些 安全性的 增强 等等 对产品化的 支持 当然如果说 大家 有使用 NWire Gateway 的话 欢迎大家去 我们的GateHub 上去 提交 参与我们的 会议讨论 这样的话 你希望有什么 作为一个 用户 反馈的 反馈的 如果大家觉得 好累的话 也会在 1.2里面 作为优先进行考虑 感谢所有的 我们的 contributor 其实我们的 contributor 有很大一部分 是来自中国的 至少一半吧 至少一半 是来自中国的 当然也很多 其他的 美国的 欧洲的 印度同事 也参与了 我们的贡献 非常感谢他们 让这个事情 能够发生 对吧 后面是 欢迎大家 去参与我们的 社区 参与社区 包括我们的 文档地址 项目地址 因为 中国社区群 它这个成数 已经满了 到这些成都 它就不能 邀请别人了 所以大家 如果想加入的话 可以联系我 我帮大家拿进去 然后下面是 SAC channel 和Community Meeting 欢迎大家去参加 参加 另外最后的话 我想做一个 小小调查 我想问一下 这次参加会议的同事 有多少人之前了解过 或知道 永远给这个项目 请大家帮我举个手 OK 那么有多少人在 测试 或者尝试使用过 永远给的位 有没有人在 在生产环境使用过 永远给的位 OK 有两个是吧 OK 你们两个是 生产环境使用 OK 非常非常高兴 看到这个事情 OK 希望通过今天 我的介绍之后 让大家对永远给的位 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能够加入我们社区 也推动我们 永远给的位 在 产品化的 使用的情况 OK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来下来和我交流 谢谢大家 首先我想知道 你们这个 Distruptive Provider 是怎么控制 这个Gateway API 就是 就是Gateway API 提供了一个 因为之前我们 英国人士的话 他没有提供 提供 提供这个 提供这个概念 就Gateway API的话 它都有一个标准 它把 就这些资源的使用者 分出了不同的角色 比如说 Infrustructure Provider Cluster Provider Uptection Provider 他们去通过 这些不同的角色 我去关注不同的资源 因为 比如你作为一个 Application Developer 其实你可能 不太关注 说 我的Gateway 这个技术设施 是怎么拿起来的 我不关注 这个流量怎么进来 比如这个流量怎么进来 可能不是我 关注的事情 我只关注我的 Appload 然后最有全员控制 你可以通过 你自己的方式去做 Gateway API里面 并没有定义 说 我具体要怎么 去控制这个东西 Gateway class 不能被 Application Developer 去访问 他没有定义 他只定义说 你这个Gateway class 应该是被 Infrustructure Provider 去处理的 就这是一个角色 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 这样子的 当你要去控制的话 你可以 你可能说 你通过 K-80的 对一些 Rx Control 去做 它全程机制 去做一件事情 比如你定义了 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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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80的角色 他只能访问这个东西 你自己通过你的全控制局 做这个事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模型 并不是一个 并不是一个 具体对应的一个实现 对 对 他说 把人定义上的角色 但你的角色 对应到 K-80里面的 哪一个用户 他是 那你去 OK OK 我明白 已经支持了 已经支持了 Gateway API里面 我记得是定义了这个标准 然后因为Gateway已经支持了 这个实现 对 比较怎么路由 他就是比较前纪路由 全平平路由 还有那个真的表示路由 他是定义了这些标准 然后那些类型 Punch的类型 然后你最后 不能实现 你可以去实现它 这样子 不好意思 打上去 OK 这样子 就是说 现在我们 我们会在 Gateway API所有资源 我们制定的资源上面 都会有一个status 你会知道 如果说他出问题的话 他会告诉你说 有什么问题 如果说 如果说 他会有一个状态 叫program的 或者是 对的 他会告诉你说 OK 这东西 没问题 我已经下发了 但是 最后一步 还有点问题 最后一步 就 我下发之后 那么Gateway 因为Punch 生效了 没生效 这点我们的确说 还没有完全的 能够把这块 最后一段达通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 OK 你这个资源 有没有问题 配置有没有问题 你 正确方案 XDS 有没有下发下去 这块我们是知道的 这个状态里面 可以反复回来 那最后 比如下发到 N位之后 在N位里面 有没有问题 就最后这一步 还没办法从 那个资源的status 里面体验出来 这块还没有 但是你可以通过一些 Telementary N位的Telementary 我们提供了Telementary 比如它 它有什么 请求到一些问题 或者它的配置有什么问题 它会通过Telementary 可以表现出来 你说update的资源吗 对 你update之后 它会重新 它会重新对抗售 抗售之后 它状态也会更新的 它是正常的 还是出错 它也会更新 告诉你的 谢谢趣不吻 质付啊 能现在 进行啊 不吻 夜子的 字幕致 谢谢大家